像天上边有大桥 大桥边上黄河楼 不管放异有多少 脸上带着笑 喜欢看你的双眼 喜欢看你的眉间 口角遮住你的脸 遮不住坚强 你想起来真好看 像成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冰毒 所有的苦难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光芒照亮我们的心房 把冰毒驱干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日前 美国犹他州卡斯卡德小学 学生录制的歌曲 武汉加油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为中国战役加油 鼓劲的视频 在中国广泛传播 歌曲是远在美国教中文的河南女孩 郑亚敏改编 并交给他班级的学生演唱 来自河南郑州的郑亚敏 目前是美国犹他州卡斯卡德小学的一名中文教师 负责四年级的中文课程教学 2月29日 借着与刚刚结束一天教学的郑亚敏视频连线 他介绍 在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之初 就在大洋彼岸时刻关注家乡动态 此前在课堂上 他和学生观看了疫情下的武汉相关视频 视频中 这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整个春节期间 街上静悄悄 与往年截然不同 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 会用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种基于这种真实情景的这种教学 然后我们又看了武汉的片场面 他们知道了武汉现在 以前是什么样子 现在武汉被按下了暂停键 那句话对学生们的触动还是挺大的 等他能够replay的那天会是怎么样 等他能够重新充满生机的那天 所以当时学生看的时候 学生也有哭的 就是我当时忍不住我就哭了 看过片子后 学生就对郑亚敏老师说 我们不喜欢病毒 希望中国早点好起来 同时用他们熟悉的方式 表达对中国的关心 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也选了就是有几首歌 我就在想因为还是用他们那种 权力比较熟悉的 已经学过的这些歌曲 就找了几首 然后最后选了这个 《你叫起来真好看》 这个版本我应该是改到有五稿吧 从最初的版本 然后一句句改 然后又把武汉的这个元素 因为武汉毕竟是我们疫情 最严重的地方 把它融入进去 然后又做到美剧 有美剧押韵 然后最后成了最终的版本 那学生唱的时候 他们是八字内心的唱的 并不是说老师让我们唱 而是他们自己 想要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想让中国人 想让中国的小朋友 知道有这么一群人 在关心他们 然后再希望他们赶快好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 武汉加油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中国网络播放量达数百万 张耀敏的学生和校长得志后 表示很高兴能为中国抗击疫情做点事 希望中国早日战胜疫情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要他们身份 我们很爱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去中国很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